下午在机场出现了一位大陆女子 她带着一个四岁大的儿子哭喊着说要帮孩子找爸爸 女子表示她自己在五年前和一位成姓的台商结婚 之后这位男子就音讯全无 多次来到台湾都没有办法顺利的入关 她在现场哭得好几度都快昏了过去 希望海鸡会能够伸出援手帮帮忙 替她的孩子找父亲 我们会提起来帮人家 你不要这样子来 你这样子我们要怎么那个 不停哭喊女子脸上全是泪水 屋住的摊坐底上 手上拿着布偶 小男孩用稚嫩的声音呼唤妈妈 让人看了好心疼 孩子五年了 正常熟悉一直办不来台湾 来台湾冰冰天安的 不停啥气几乎没办法说话 女子来自中国大陆 这五年来都在寻找孩子在台湾的父亲 怀疑什么的话就让孩子跟他做亲自鉴定 没有别的要求 只想让孩子跟他见面 让孩子知道自己也有爸爸 用尽各种方法来台湾 期间受的苦害压力难以言喻 我以前很单纯 有了小儿子后 我变得很坚强 我没有让我家里人知道 我爸爸现在还在医院住院 生病 我现在我家里人也不知道 知道之后他们一定会跟我断结关系 五年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的 说着说着 竟整个人昏了过去 嘴里不停说着对不起 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台湾 只希望孩子父亲能够出面 负责任 我们尽量活动 我都是为了孩子 中天新闻 简正风静云 桃圆采访报报道